在今年的六月份的时候 我就提出了一个警告 要注意这个 全世界最危险的男人之一 叫王沪宁 他在海峡论坛提出 要推动所谓的 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这个概念 这个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是中共新时期 解决台湾问题 总体方略的第一项工作 非常的危险 台湾人如果一旦中计的话 那就是万劫不复 这个所谓的夏京融合区 还有一些副版本 叫做金门和平实验区 或者是同城生活圈 甚至什么半日来回生活圈等等的 那么这些东西呢 不外呢 就是一种武力武统台湾不成之后 用一种亲近的绑架 和一种情感的要挟 欺骗台湾 蒙蔽台湾 那么进而用这种 蚕食蔓延的方式来并吞台湾 我提到五点之一 第一个两岸制度之间的差异呢 可以说是天差地别嘛 要怎么相容呢 所以你要示范什么东西 要在金门或者是马祖 示范你的一党专政吗 还是要示范网路监管制度啊 还是要去示范 人民把钱存到银行里面去 然后有一天你突然领不出来的 这样一种制度吗 所以就是说你一个 弱智的对财政策 相对的也把台湾人民 当中是呆包来看待 台湾是一个民主政体 对岸是一个专制独裁政体 请问这两个截然不同的政体 到底要融合出些什么 第二点一点就说 为什么老师你来融合我啊 为什么不是我去融合你呢 融合不就是要对等吗 那你也开放比如说深圳啊 广州也行啊 就像当年邓小平开放经济特区一样 开放五个大陆地区 让台湾进入这五个地区 示范什么东西呢 叫做台湾民主示范区 请问行不行 如果可以的话 那我们共享胜举 第三点 如果你真的是说 要两岸一家亲 要融合的话 那么你每天在我们天上 绕来绕去那个飞机 每天这样子威胁我们 请问你有什么资格 你有什么立场说 你要跟台湾人搬干净吗 就是非常的虚假 坦白讲 用一句话来了结 就是说非常的不要脸 第四点 欢迎台湾同胞到大陆去居住 还买房子 还置产等等的 各位觉得大陆的居住环境 会比台湾好吧 中国五大湖泊 全部都严重污染 严重的不能生饮 饮水 连煮开的都不能够饮水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叫台湾人去喝什么水呢 第五个就是 到大陆去置产买房子 去买什么呢 买烂尾楼吗 我买了房子之后 你的这个地产商 交不出房子 那么结果我们怎么样 买了之后第二天 房价就下跌 还是上涨呢 所以这个你要说清楚 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说 你为什么要说 感谢观看